美国前总统特朗普8月26日对他计划于9月10日 与副总统贺解力举行的辩论表示不确定 暗示赞助网络美国广播公司新闻 对他有偏见 贺解力阵营正试图改变商定的基本规则 问题在于当一位候选人发言时 另一位候选人的麦克风是否应该静音 就像特朗普6月与总统拜登辩论时的情况一样 特朗普在弗吉尼亚州为美国参议员候选人曹宏举行竞选活动时表示 双方达成的协议是与上次相同 在那种情况下他是静音的 我上次不喜欢他但效果很好 问问拜登效果如何 我认为应该是一样的 我们同意了相同的规则 相同的规格 我认为这可能就是应该这样子 贺解力的竞选团队要求在下个月计划于费城举行的辩论期间 不要将麦克风静音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猛烈抨击副总统 现任竞争对手贺解力 近日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表现 近日特朗普在亚利桑那州格伦戴尔举行的竞选集会上发表讲话 称贺解力是个编造废话的骗子 并指责副总统只关注他 而不是讨论美墨边境或通货膨胀 上周贺解力接受民主党总统提名发表讲话 制定了广泛的外交政策原则 与距离选举日还剩11周的特朗普形成鲜明对比 贺解力在演讲中还承诺为国内中产阶级减税 结束美国的住房短缺和安全的南部边境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8月26日在阿灵顿国家公墓 竞献花圈纪念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期间 喀布尔机场发生自杀式爆炸事件 造成13名美国军人死亡 当天晚些时候 特朗普前往密歇根州 在美国国民警卫队协会的会议上发表讲话 预计特朗普将试图将他的2024年民主党竞争对手 副总统贺锦利与陷入困境的阿富汗撤军 联系起来 这是美国占领阿富汗20多年后 总统拜登下令撤军的 2021年8月26日发生的机场爆炸事件 发生在一次混乱的空运过程中 伊斯兰国声称对此负责 美国前顶级传染病专家福奇博士 近日对统计新闻表示 他因感染悉尼罗河病毒而住院近一周 目前正在康复中 现年83岁的福奇成为美国政府在2020年 抑制新冠大流行努力的代言人 他于2022年12月退休 此前他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工作了54年 福奇在周六接受采访时表示 从8月16日开始 他已经在医院住了6天 医生试图找出他虚弱发烧和发冷的原因 随后他的悉尼罗河病毒检测呈阳性 他告诉新闻媒体 我一生中从未得过这样的病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读解美国头条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好 置入水 切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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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成水